带儿子回国的那天,谢家太子爷订婚的消息传出,订婚对象是北城的安家大小街安和,有八卦提及四年前,谢家太子爷发疯找人的事情,很快就被隐匿掉,谁不知谢家太子爷四年前,为了找个女人把整个北城都掘地三尺了,这个安家大小街还真是不计较自己老公,有个白月光前任呀。 真搞不懂这些豪门,想什么,闺蜜正在浏览八卦,看得津津有味,你怎么知道,四年前她找的是白月光,而不是仇家呢? 我不屑一顾道,收拾着衣架上的衣服,一会儿闺蜜还要穿着走秀,可不能耽误了,毕竟这场时装秀,关乎着我的工作室能否更上一层楼,闺蜜喝咖啡的动作一顿,愤愤不平道。 当时那件事那么轰动,谁不知道太子爷是在找一个女人,不过男人都是善变的,也许过了这几年,她已经放下白月光,真的爱上这个安家大小姐呢? 我拿衣服的动作一顿,轻轻叹了口气,也许吧,毕竟当初谢景霄只是养了一个玩物而已,按照谢家如今的地位,自然是不用牺牲太子爷的幸福去联姻。 一个曾经对婚姻那般抵触的人,如今能够订婚,一定是真爱了吧,不提别人了,那些有钱人的事情,我们八卦一下就好,闺蜜扔掉手中的咖啡,扫了一眼衣架上的衣服,表示十分满意。 还是你的衣服最适合我,可惜你之前总不愿意回国。 怎么这一次愿意回来了,当然是要给吞金兽赚学费啊,你不知道小孩子开始上学,花费就如流水吗? 我胡周了几句,并没有多解释,这些年,我像一只鸵鸟一直躲在国外,做独立设计师,要不是因为有闺蜜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品牌做起来。 那就找宝宝的爸爸报销,他不能光播种不施肥啊。 对于宝宝,他也有抚养义务的,闺蜜愤愤不平地说,我苦涩一笑,没有接话,闺蜜不知道,那个播种的人,刚刚还在被他八卦,原本这一次到北城,是因为闺蜜参加的这场走秀,在业内知名度很高。 而且,到场的还会有很多知名的设计师,对于我的服装工作室来说,是一个打响品牌的好机会。 只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观众席看到谢景霄,那个传说中的谢家太子爷,无比登队的两人坐在C位,安和饶有兴趣地看着绣场上的模特,偶尔低头侧脸,跟一旁的男人耳语,不愧是刚刚官宣定婚的新人,亲密得很。 我压低了头上的渔夫帽,大概能够遮住自己的半张脸,闺蜜是压皱出场,她身上那套礼服名为春,寓意新生,通体的图案随着行走的步伐,在不同角度下,变换着不同色彩,所有植物在灯光下,活灵活现,哪怕只是一个细小的花瓣, 都是纯手工一针一线,缝制,而成,这种技艺是请了有名的苏秀大师。 根据闺蜜的形体设计制作而成,闺蜜一出场,我就听到观众席传来惊叹声,观众的反应是最真实的。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认可,只是我没有想到,安和作为这一次大秀的特约嘉宾,会在结束前打断主持人, 并且专门提及闺蜜,我可以问问,你的设计师有到现场吗? 闺蜜受宠若惊,愣了一会儿,男眼脸上的激动之色,当我看着闺蜜的目光在寻找躲在一边的我时, 我又一次将自己的冒言压低,闺蜜念出我名字的同时,观众席有一道如同利刃的眼神,直接到向我,完了,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倒流,那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让我挪不动半点,谢景霄坐在那里, 食指交叉搭在腿部,一身黑色西装,剪裁得体,整个人冷峻又强势, 工作人员试图将我拉上台的时候,我撒腿跑了,在京圈,谁人不知道谢家太子爷的手段, 而我大概是唯一一个戏耍过他的人,如今的我,都佩服自己当初是怎么有勇气,招惹上这样的人物, 要不是我成功跑掉四年,我可能已经尸骨无存,七年前,还在上学的我, 用二十万的价格,将自己卖给了谢景霄,和谢景霄初见的那天, 我拿着缴费单在医院不知所措,却看到了当时医院门口,正在举行捐赠仪式, 谢景霄给医院捐了一栋楼,我当着众人的面,跪在他面前,求求你,救救我外婆, 您是好人,我以后一定会感谢你的,我看着对方吃笑出声,嘲笑着我的不自量力, 他的保镖将我丢开,当天晚上,我联系了之前介绍我兼职的学姐, 跟着学姐一起到了某高档会所,却不想,又一次遇到了谢景霄, 那天晚上在场的都是京圈有名的玩咖,看我青涩的样子,欢笑声一片,我壮着胆子, 第二次跪到谢景霄面前,他见过我最屈辱的时刻,但是我赌赢了,他将我带回家, 养在远郊的别墅里,三年的时间里,谢景霄在外是金贵高冷的京圈,大老, 在我面前也是清冷寡言,情绪起伏仅限于晚上,其实谢景霄对我很好, 当初外婆的治疗,还有后来的葬礼,都是他一手帮忙操办的,他到国外出差的时候,会给我带昂贵的颜料和画笔, 在别墅里的日子,我画了一张又一张他的人像画,打发着无聊的时光,他有时候心血来潮,也会带着自己心爱的宠物, 出门,给我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包包,将那些他认为的女人喜欢的东西统统打包回家, 我有轻微的哮喘,闻不得烟味,开始他会不悦地说我娇气,却还是偷偷戒了烟,我出现的地方, 他的朋友也都背下了禁烟令,就是这些,让我常常有一种,我们之间不仅仅是金钱交易的错觉, 他对我很大方,也给足我自由,当我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甚至兴奋地跑到他出差的城市, 想要第一时间跟他分享这个喜悦,我知道分寸,你就放心吧,谢家的孩子, 不会让没名没分的人生的,他背对着我,手里拿着手机,不知跟谁在通话, 说出这么一句让我掉入冰窟的话,我捏着运简单,呆呆地站在他身后, 大脑空白了几秒,我立即回过神来,转身逃开,保镖疑惑地看着我, 像小姐,您怎么出来了,是谢总不在吗,他在忙,我觉得现在打扰他不太好, 我们回去吧,我求保镖不要告诉谢景霄我来过,是我自己痴心妄想了, 他怎么会让一个玩物生下他们谢家的孩子呢,三年的相处, 我竟然奢望他的心里会有我,我还妄想生下他的孩子,是我忘记了这三年, 他关于避孕这件事多么注意,而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过也是一次意外, 两个月前,他参加一个酒会,却被有心人算计,被下药,保镖将我带到酒店的时候, 他整个人意识都不太清醒了,他不停叫着我的名字,恨不得将我揉进骨穴里, 第二天,他因为弄伤我愧疚了很久,正是他眼里的心疼, 让我以为,他的心中有我,我轻抚着小腹,这里已经孕育着一个属于我和谢景霄的孩子, 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只是谢景霄不要他, 我舍不得这个孩子,外婆走了以后,我成了一个人,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我顾不得我们之前的契约,开始计划怎么离开谢景霄, 有句话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 同里人也一样,于是我铤而走险,联系了谢景霄的青梅竹马, 也就是整个京城最想要嫁给谢景霄的女人, 安和,我在谢景霄身边这些年,安和恨我入骨,将我视为眼中钉, 要想联系上,她并不难,你居然敢来找我, 要不是谢景霄护着你,我早就将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大谢八块了, 我信,但是我需要你帮忙,安和并不相信我, 我凭什么要帮你,我想离开谢景霄, 安和吃笑出声,看向我的目光更加鄙夷, 毕竟这三年,他们圈子里的人虽然都看不起我, 却也都知道谢景霄对我如何, 我跟安和说,我跟谢景霄只是交易, 我厌倦了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帮我离开谢景霄, 我不会做你们的第三者, 你放心,你们才是最般配的, 安和在我一生生夸赞他和谢景霄的甜言蜜语中, 渐渐放下警惕,没有人愿意去得罪谢景霄, 但是安和可以,爱情可以冲婚人的理智, 也可以让人铤而走险, 安和告诉我,在谢老太太生日那天, 她会将谢景霄留住,给我争取时间, 她准备好车直接将我送到码头, 那天晚上,我坐轮渡,到了大洋彼岸, 一去就是四年,谢景霄给我的卡我不敢用, 好在安和还算有良心, 给了我一笔钱,要求我永远不要再回来, 我求之不得,带着她给的钱到了国外, 租了房子,重新拿起画笔学习设计, 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夜里, 重新拿起外婆交给我的针线, 四年后,我刚刚回国不到24小时, 参加闺蜜的走秀,就意外遇到了谢景霄, 当我跑到门口,见到那熟悉的绣着谢家标致的黑色西装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浑身的汗毛都树立起来, 我双腿抖了抖,想要再躲回去, 却又被另外两个保镖挡住去路, 向小姐,我们先生有请, 我不认识你们,我低着头,甚至不敢去看他们, 我们先生是谢家谢景霄, 我不去,向小姐,游步的你, 完了,我浑身一凉, 听着那熟悉的脚步声,正在一步步靠近, 她走到我身边,我下意识后退一步, 想要离开,被她先伸手擒住, 那有力的大掌死死扣住我纤细的手腕, 只要稍用力,就可以将骨头捏碎, 车子在我们面前停下, 车门打开,谢景霄将我拽上车, 我们并排坐在后座, 她那双漆黑的毛子, 近距离盯着我,薄唇清起, 晚晚,玩够了吗? 我捏着拳头,感受着剧烈的心跳在胸腔翻腾, 后背已经被汗浸湿了一片, 谢景霄轻轻抬手,将我头上的帽子摘去, 漫条丝里为我整理头发, 每一个动作都无比轻柔, 每一次触碰都让我浑身站立,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 我闭上眼睛,不敢去看她, 我阿嬷自己没出息,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 还是很怕她, 你瘦了, 我抖了抖, 如临大敌, 谢景霄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我当初跑了, 现在她怎么会关心我呢? 这其中一定有诈, 就在我以为谢景霄这么兴师动众将我抓上车, 是为了跟我好好算账, 又或者是在将我关起来时, 却没想到, 她居然把我送回了酒店, 我看着面前的酒店, 瞪大了眼睛,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你猜, 猜你个大头鬼, 我暗骂了一声, 同时也庆幸孩子一落地就被闺蜜的妈妈接走了, 傲娇如她, 要是让谢景霄知道我当初是带球跑的, 她肯定不会让我见到明天的太阳, 欺骗她的代价, 我承受不起, 我刚刚进入酒店大堂, 就见到浩浩荡荡的一行人, 等候在酒店大堂, 恭敬地向我问好, 其中领头的人看起来有点面熟, 向小姐您好, 我们是来给您做造型的, 时间仓促, 我们快上楼准备吧,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人架着换了一身装造, 闺蜜在我化妆的间隙, 冲了进来, 姐妹, 我刚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可是狠狠地将你又夸了一遍, 现在追过来的记者实在太多了, 我皱眉, 看着闺蜜身上还穿着今天走秀的衣服, 只是外面裹了一件披肩, 原来是我突然跑掉, 会场里许多人对这件作品的好奇问题, 就转移到了闺蜜身上, 她的经纪人更是直接回应, 说稍后会专门开一个记者会, 让设计师和模特跟大家正式见面, 这就是为什么, 要给我进行装造的原因, 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我甚至没有时间好好激动, 就已经开始面对众多记者, 记者, 像小姐, 您的很多作品都是融入了中国风元素, 并且大量使用了苏绣, 是有专门学习过吗? 我定了定神回道, 我的外婆是一名绣娘, 但是我很遗憾, 没有学习到她万分之一的记忆, 但是我希望, 我们国家更多的非遗能够被世人看见, 也希望更多的传统手工艺人被知晓, 记者, 像小姐, 既然您如此喜欢中国风的元素, 为什么会将工作室开在国外呢? 我愣了愣, 双手纠结地扣在一起, 深深吸一口气, 对着提问的记者回答, 我希望中国风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 而不是仅限于自己的国家, 闺蜜不知何时起, 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她的身上还穿着我的作品, 这一刻竟然有点小小的骄傲, 短短半小时的记者会, 却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 我不是公众人物, 对于突发的一切还带着几分不真实, 好在这一次回国, 并没有白费, 前期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刻, 能够达成理想的成效, 我的品牌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所有的一切发生太突然, 我都没有时间去细想, 这记者会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安排得如此合理, 记得我们的约定, 以后谁飞黄腾达, 都不能忘了姐妹, 闺蜜说完, 就将我往前一推, 我还未看清身边人的容貌, 就已经感觉到周遭的气压在降低, 这该死又熟悉的压迫感, 你的事情忙完了, 接下来, 可以处理我们的事情了吧, 该来的总会来的, 谢景霄这语气, 可不像是要跟我商量, 我长叹一口气, 将今天的所有猜了个大概, 这一次, 谢景霄没有再放我回酒店, 而是直接把我带回城郊的别墅,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我有着恍若隔世之感, 曾经在这里住了三年, 原本以为, 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里, 而如今, 这里的一切都维持着原来的样子, 却以物是人非, 谢总, 您是有未婚妻的人了, 把我带回家不太合适吧, 这是你家。 对哦, 当初谢景霄江这栋别墅, 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送给了我, 我坐在车里, 心情依旧忐忑, 谢总, 我不想让您未来的妻子误会, 谢景霄皱着眉头, 瞪了我一眼, 又无奈一笑, 随即伸出手, 将我直接拉下车, 只有你, 我重心不稳, 靠在他身上, 他的话, 我听得不太真切, 疑惑地望着他, 没有未婚妻, 只有你, 他那这性子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叫做没有未婚妻, 他跟安和订婚的消息都昭告全世界了, 总不能告诉我, 那是他故意放出来的消息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会回来吗? 我心虚地看着鞋尖, 谢景霄没有给我继续解释, 直接带着我往里面走去, 谢景霄, 你不会让我住这里吧? 我还要回酒店呢, 酒店不安全, 这里什么都有, 可是没有我儿子呀, 我跟儿子约好了, 每天晚上都要视频的, 可是谢景霄那不容置疑的眼神, 让我后背发凉, 谢景霄这人, 最讨厌别人反抗他, 尤其是我, 我现在住这里不合适, 我又不是要对你做什么, 你慌什么, 谢景霄突然地礼貌, 倒是让我有些不自在, 我宁愿他像以前一样, 霸道专制点, 而不是现在这样, 温柔地看着我, 今晚辛苦了, 好好休息, 我坐在曾经熟悉的房间里, 依旧觉得不真切, 谢景霄没有再多说什么, 也没有做什么, 就这么帮我关上房门, 走了, 还不去洗澡, 等着我帮你, 过了好一会儿, 谢景霄端着杯牛奶进来, 见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威胁道, 我后背一僵, 警惕地看着他, 他放下杯子,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 赶紧洗漱, 休息吧, 我还要开会, 不用等我, 他是在跟我交代, 我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强烈地痛感告诉我, 这不是幻觉, 但是谢景霄很有可能被夺赦了, 他什么时候这么贴心过, 我实在不习惯他这样, 睁眼盯着天花板, 明明这里的环境很熟悉, 却给不了我一点安全感, 以至于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 被吓到弹起, 看着来电提醒, 我不放心地跑去卫生间, 忐忑不安接起电话, 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 你是不是去找爸爸了, 妈妈有工作忙, 明天我让干妈带你去玩好不好, 那你呢, 宝贝, 听话, 我答应你, 回去以后一定好好陪你, 向晚, 我话音未落, 卫生间的门就被人重力拍打, 谢景霄的声音吓得我赶紧挂了电话, 快速删除通话记录, 向晚, 再不开门我, 谢景霄原本要拍门的那一巴掌, 差点打到我身上, 我后怕极了, 谢总不是在开会吗? 算了, 懒得装了, 还未反应过来, 我就已经被他压到墙上, 那充满压迫与抱负的吻, 火急火燎的落下, 他眼里的惊涛骇浪似有万般怒火, 在汹涌, 就在我喘, 不过来气的时候, 那凌乱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带着几分不确定的试探, 似有似无轻轻地吻着我, 我不敢确信此时谢景霄给我的感觉, 我蒸着眼眸, 竟然在他的眼中看出了受伤与委屈, 这一刻, 心脏的位置轻轻颤了一下, 我没有忍住, 下意识抓紧他的胳膊, 你刚刚在叫哪个野男人宝贝, 谢景霄声音里的愤怒, 让人害怕, 一双眼眸里, 气恼又委屈, 眼尾微红, 望着我的时候, 目光湿漉漉的, 我承认这一刻我心软了, 可是他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呢? 他自己不也是跟安和暧昧, 还一起去看秀, 我点起脚尖, 我的稳落在他的锁骨上那一瞬间, 原本搭在我腰上的手臂, 力道猛地收紧, 耳边是他沉重地呼吸, 我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 稍用力, 咬了下去, 这一刻, 我承认我是带着几分报复他的意思, 我用漂亮的眼眸, 带着笑意看着他, 谢景霄,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这个印子, 要怎么跟你未婚妻交代吧? 他眉头明显皱起, 面色冷下去, 还要我怎么解释都说了, 我跟安和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那是什么关系? 我知道自己这个角度看他的时候, 最容易让他想起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场景, 刚刚我的电话, 也不知道被他听去多少, 居然能够让他吃醋, 吃醋也好, 总不能暴露儿子的存在吧, 但是我转移话题的意图, 已经被他识破, 你先交代, 刚才是在跟哪个野男人打电话, 我跟他, 可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我学着他的语调说话, 他用力掐着我的腰, 将我整个人往上一提, 压抑着情绪, 紧紧敏唇跟我对视着, 要是让我知道, 你敢有别的男人, 我一定弄死他, 我清楚看着他因为生气, 胸膛用力地起伏着, 他这生气的模样, 让我更加看不懂了, 毕竟当初, 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 要是让他知道, 自己想弄死的是他亲生儿子, 一定很精彩, 可惜了, 这辈子, 我都不会让谢景霄知道, 小宝的存在, 这一夜注定是难眠的, 窗外的夜色很宁静, 在这郊外, 可以清楚地看到月亮的皎洁, 当初我就很喜欢这个房子, 尤其是主卧这里有一面大大的落地窗, 只是如今已经物是人非, 我再没有当初那样坦然的心情, 可以心安理得住在这里, 我还有个瞒着谢景霄的儿子要照顾, 明天必须要想想, 要怎么跟谢景霄谈谈, 我正思绪混乱到时候, 忽然身侧的位置凹陷下去, 谢景霄凑了, 过来, 周身带着刚刚沐浴过后的潮湿与香味, 在想什么, 我瞬间警铃大作, 想要往后躲, 他却先一步预判了我的动作, 将我捞到怀里, 像是曾经无数的夜里, 我躺在他怀里那样, 我闭上眼睛, 呼吸里都透露着紧张,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睡吧, 我不动你, 说完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 怎么, 有点失望, 我听着他嬉笑, 自尊心受挫, 睡觉不要说话, 警告他后, 我脸颊更烫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刚刚回国, 就会跟谢景霄躺在一张床上睡觉, 我原本还想要挣扎一下, 但是谢景霄非说他失眠, 我却一夜未眠, 而失眠的人, 很快就进入梦乡, 早上趁着谢景霄还没有睡醒, 我赶紧麻利起床, 到了门口, 见到守着的保镖, 脚步一顿, 心中暗骂谢景霄变态, 向小姐, 是要出门吗, 是给您安排车, 还是安排司机, 好像骂早了, 谢景霄居然没有让他们拦着我, 我要了辆车, 麻利开到酒店, 换了衣服以后, 偷偷从后门逃跑, 毕竟依我对谢景霄的了解, 他很有可能派人跟踪我, 然而, 我还是低估了他, 等我转了好几趟地铁到闺蜜家的时候, 就在门口, 见到了我此时最不想见到的人, 谢景霄站在小区门口, 就在这时, 一个小足球, 砸到他的脚边, 弄脏了他那一看就很贵的裤子, 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 一个熟悉的小身影朝着谢景霄跑来, 看着一大衣小童一模子里刻出来的脸, 我躲起来紧张地看着他们, 叔叔对不起, 可以把我的球给我吗? 谢景霄打亮着眼前的孩子, 小宝抱着他的膝盖撒娇, 我真的是不小心的, 对不起, 你不要让我赔钱呀, 叔叔我没有爸爸, 妈妈一个人挣钱很辛苦的, 我们家没有钱陪, 谢景霄蹲下身子, 将自己的大腿从小宝的手中解救出来, 一大一小, 四目相对间, 有瞬间的愣神, 叔叔你长得真好看, 我不要求了, 你可以当我爸爸吗? 我几乎就要冲出去, 这个小屁孩, 认爸爸怎么可以这么随便, 就在我担心谢景霄会生气的时候, 他却认真打亮起孩子的脸, 思索着看了眼小区里面的环境, 爸爸, 我妈妈也很漂亮, 追我老妈的人都排到法国巴黎了, 你认我做儿子, 我让你插队排第一, 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 还在鸡里呱啦说不停, 那你回家, 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他要是同意的话, 就让他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呀, 好呀, 他一定会很高兴, 我找了个帅爸爸的, 我现在很不高兴, 就在这时候, 闺蜜的妈妈终于跟过来, 将小宝带走, 看着小宝远去的身影, 我那颗悬着的心, 才得以喘息, 爷, 人没有找到, 我躲在草丛里, 听着谢景霄手下的人汇报的内容, 怎么有点像是在说我, 那就抓他闺蜜来问问, 人藏去哪里了, 听着谢景霄的命令, 我呼吸一致, 赶紧跳出来, 我在这, 我们之间的事情, 绝对不可以连累闺蜜, 谢景霄这个人心狠手辣, 他手下的人没轻重, 万一闺蜜被我连累了, 我怎么对得起他妈妈, 晚晚下次出门, 记得带手机, 别让我找不到, 谢景霄没有想象中愤怒, 他平静的目光, 让我觉得他就是故意, 那么说, 刺激我出来, 这只老狐狸, 我不情不愿接过手机, 视线中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小身影, 妈妈原本已经走掉的儿子, 看到我的时候, 撒欢朝我冲过来, 一时间, 我僵硬在原地, 要知道对于我来说, 这样的情况, 我恨不得马上找到的缝钻进去, 我立马将孩子护在怀里, 这一刻, 我的内心是恐惧的, 我清晰地记得, 当初谢景霄是多么不愿意, 让我这种没名没分的人生孩子, 妈妈我没办法呼吸了, 小宝将我推开了些, 目光看向谢景霄时, 带着兴奋, 妈妈我刚刚找到一个爸爸, 你看看, 是不是很帅, 我几乎不敢抬头去看谢景霄现在的表情, 帅爸爸, 这就是我妈妈, 是不是很漂亮, 我都说了, 你不会亏本的, 我扯了扯小宝的手, 想让他闭嘴, 但是三岁的孩子, 怎么会懂得大人之间的恩怨呢, 我说, 这个孩子是我捡来的, 你信吗, 谢景霄一手将我拉起来, 一手抱起小宝, 一脸慈爱地打量着孩子, 就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 他才说, 信, 我不在这几年, 谢景霄的脑子坏掉了, 他抱着孩子, 朝着车里走去, 我跟着他, 其实孩子就是你昨晚, 才骂过的那个野男人的, 我跟孩子的爸爸感情很好, 嗯, 我知道, 知道什么, 为什么看谢景霄的样子, 还挺高兴, 谢景霄抱着孩子刚刚坐到后座, 保镖就从后备箱, 拿了一个儿童玩具, 这怎么看都像是有备而来, 谢景霄, 孩子是我跟别人生的, 你放我们走吧, 要是让人看到, 你跟我们孤儿寡母有瓜葛, 别人怎么看你, 我算贴心了吧, 我跟小宝已经达成交易, 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 你是孩子的妈妈, 其他的人都不重要, 是不是儿子, 是的, 爸爸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变形金刚, 你的一切爸爸都知道, 这不过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怎么就开始上演, 父慈自笑的画面了, 我看着小宝跟谢景霄, 亲昵的样子, 觉得很委屈, 明明是我怀胎十月, 拼死生下的孩子, 怎么跟谢景霄这么亲, 难道这就是血缘, 无论我说什么, 谢景霄都无所谓, 只是专注地跟着小宝互动, 他们父子两一路的欢声笑语, 我无心参与, 车子一路行驶, 到了一处景区, 我看着眼前古香古色的院落, 莫名有种熟悉感, 小时候, 我跟着外婆住在乡下, 那里的房子就是这副模样, 谢景霄抱着小宝, 牵着我往里走, 这两天订单多了很多呢, 大家抓紧点, 但是也马虎不得, 咱们靠手艺吃饭的, 一定不能忘了本, 这几天, 景区的人流量也开始多了, 还有不少学服装设计的学生, 专门来找我们学习呢, 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 我们也算是没有丢, 绣房里坐着十几个绣娘, 她们已经不年轻, 但是手上的针线却无比灵活, 在这静谧天地, 以针为笔, 现做丹青, 用妙手, 绣成一方世界, 她们说话的口音, 跟外婆一样, 是我熟悉的语调,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喧闹的声音, 是一帮年轻人走了进来, 这就是苏秀呀, 这比在视频上看到的还要漂亮, 好神奇, 一块布上面, 两面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这绣工, 好细腻呀, 听着众人的夸赞, 我的眼眶竟有些发烫, 那边有个展厅, 我带你去看看, 谢景霄将手搭在我的肩膀, 带着我继续往里走, 展厅里那些栩栩如生的作品, 被放在展示柜里, 再也不是被尘封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这里, 你的工作室, 也搬过来的, 要去看看吗?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 感到不太真实, 外婆生前的遗憾就是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欣赏苏秀, 怕这一门非遗记忆会在时光里, 被人慢慢遗忘, 而如今, 谢景霄专门建了一个景区, 给这些手艺人谋生的机会, 也给了苏秀更多机会, 因为那场时装秀, 我的作品得到关注, 苏秀又一次被人提及, 只不过除了夸赞作品与非遗之外, 还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 将热度发酵到新的高度, 有人注意到, 绣员是谢家投资打造的吗? 谁还记得四年前, 谢家太子爷翻遍全城找人吗? 听说这一次用苏秀在大秀上火起来的那个设计师, 就是太子爷要找的人, 不是说那个女人, 是被包养的, 然后卷钱跑了吗? 听说是偷走了什么机密, 可是当初有人拍到太子爷在路边找人的时候, 哭了呢? 我看了眼正在和小宝搭积木的谢景霄, 给闺蜜发消息, 你发声明说, 跟我就是一次合作的关系, 别让舆论影响到你, 闺蜜很快就回复, 说的什么傻话? 我们荣辱与共, 而且这件事, 你要相信谢总会处理好的, 闺蜜的消息刚刚发过来, 微博就弹出了谢氏集团的声明, 她坚守本心, 不忘初心, 我唯有真心相待, 才配得上与她携手余生, 我们曾因为误会分离, 目前我正在求和, 我这人护短, 请各位慎言, 谢景霄, 傅图是我四年前在院子里画画的照片, 很明显是被谢景霄偷拍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现在的心情, 原来, 她心里有我, 在四年前, 那么安和呢, 谢景霄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偷偷见了秀员, 宣传着苏秀, 甚至还知道我的工作室, 她这几年, 是不是一直都知道我的一切, 从秀员回来, 谢景霄就带着我回了谢家老宅,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今天是谢家老太太的生辰宴, 四年前我逃走的日子, 我坐在车里, 死活不肯下车, 谢景霄, 我来这里不合适, 尽管她发了声明, 让我知晓她如今的心意, 可毕竟当初, 我们是那样的关系, 合适, 谢景霄没有等我再拒绝, 直接将我从车里, 一把抱下下车, 随即还亲自给我整理好裙子, 当她牵着我出现的时候, 我裙摆下的双腿都在抖, 那些八卦的目光, 几乎要将我吞没, 我目光所及, 正好和谢家老太对上, 我愣了愣, 顿住步子, 就我这身份, 还不知道会不会被泼红九山耳光呢, 你把我带来这里, 你奶奶会不会被你气死, 我低声对着谢景霄说道, 目光落在谢老太太身后, 站着的欠力身影, 那不正是谢景霄的未婚妻安和吗, 完了, 我心更凉了, 我可千万不要被挠花脸, 回家不好跟小宝解释呀, 谢景霄头一低, 我们两张脸靠得太近, 我赶紧往边上退了些, 可是下一秒, 谢景霄就直接将我的腰搂住, 死死地扣在身边, 谢景霄, 我还不想死, 说好的给我带受礼, 怎么没有见到呀, 一道端庄温婉的声音传来, 谢老太太目光落在我身上, 似乎在搜寻什么, 我现在笑容的尴尬程度, 一定比哭难看, 安和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 我见他亲密地上前扶着谢老太太, 温柔贴心地说道, 奶奶不要急, 景霄答应您的事情, 定然是不会忘的, 这不是把向晚都带来了吗? 我听着安和的话, 怎么有点不对劲, 他不是应该怂恿谢老太太, 把我扔出去吗? 所以说, 你们订婚的消息, 只是作戏, 是不是很意外? 安和冲我眨了眨眼, 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 比起嫁给一个不爱我的人, 我更愿意跟他做一笔交易, 原来当初, 谢景霄发现我不见以后, 翻遍了整个京城也要将我找出来, 安和为了保全安家, 用我的行踪和谢景霄做了一笔交易, 没有办法, 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虽然曾经很喜欢他, 却不能不顾及家族生意, 说起往事, 安和还隐隐有些后怕, 后来我还是不甘心呀, 想着等时间久了, 就让他知道我的好, 奈何他的心里只有你, 你生孩子那年, 我差点以为他要出家了, 这份爱, 我是得不到了, 你们两以后就好好过吧, 说到这, 安和顿了一下, 在看向谢景霄的时候, 眼里已经看不到当初的眷恋, 这些年安和和谢景霄合作, 在两家人面前, 饰演一对相敬如宾的恋人, 实则安和靠着谢家, 将生意越做越大, 安和虽然是个女人, 却也在谢景霄的帮助下, 成为了家族企业的掌权人, 所以, 我离开谢景霄的这四年时间, 他对我的一切, 都了如指掌, 我自以为逃离他的那些日子, 不过是活在他为我编织的楚门世界, 是我太天真了, 低估了京圈太子爷的能力, 所以, 你知道小宝的存在, 本来答应了奶奶, 今天让他见曾孙的, 但是怕吓到你, 先让你缓缓, 我已经被吓得不轻了, 所以, 晚晚, 回到我身边吧, 小宝需要爸爸, 我沉默着, 不知道要如何回复, 在等待我回应的时间里, 他的神情难得忐忑,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熟悉的铜声响起, 我实在是等不及, 想要见见我的小曾孙, 孙媳妇, 你不要怪我, 擅自将孩子接来, 小宝抱着我的腿, 仰望着我, 看样子对于这一切已经习惯,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国, 那场秀, 就是为你办的, 我在心里暗骂了一句王八蛋, 又继续问, 所以我闺蜜也是你的眼线, 她应该是真的把你当朋友, 晚晚, 我只是怕你太孤单, 都是借口, 难怪我跟闺蜜会在国外, 一见如故, 原来一切都是谢景潇安排的, 还有, 你当初工作室的第一笔投资, 也是我投的, 我只是想要帮你实现梦想, 以后你放心去忙你的事业, 我会在家照顾好小宝, 难怪这么多年我的创业之路, 一直走得很顺畅,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你觉得是为什么, 晚晚, 你不知道吗, 我看你就是报复我, 逃跑了, 就让我体会一下, 什么叫被人当吼耍的滋味, 我内心充满了不安, 谢景潇一把扣住我的后脑, 将我摁在她的胸前, 听着她胸膛里那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也跟着心跳加速, 晚晚, 你好好感受一下, 我的心, 感受一下我对你的爱, 可是,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晚晚, 你不是谁的龙中雀, 你可以做自由的你, 结婚三周年, 老公抛下我跟回国的白月光见面, 我转头就约了别人, 结果在餐厅撞上了, 他看着我身后的男人, 眼神晦暗, 脸色阴沉, 我朝他扬眉, 挑衅意味十足, 搞笑, 这年头谁还没个白月光了, 白淑雅回国了, 这消息是我从他的朋友圈看见的, 他和程艳是同学, 我和程艳是夫妻, 所以我们的共同好友其实不少, 他一发朋友圈没多久, 底下就一群人评论说要给他接风洗尘, 他一一回了改天, 我是看着他的评论冒出来的, 然后下一秒, 程艳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有事, 不用等我吃饭, 然后就挂了, 我耳朵还没误热乎, 就看见跳回的界面李程艳给白淑雅的朋友圈, 点了一个赞, 我挑了挑眉, 几乎立刻就知道程艳说的有事指的是什么, 他估计是马不停蹄地去见他那位白月光了, 程艳是不是忘记了,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专门在云中景餐厅定了位置, 想要和他一起过, 结果白淑雅一回国, 他就抛下了我, 我郁闷了一会, 气归气, 钱不能白花, 于是我从通讯录里滴溜出一个电话, 拨了过去, 喂, 有空吗? 请你吃饭呀, 我家和程艳家是世交, 我和程艳也算得上是从小一块长大, 但我们和普通的青梅竹马不一样, 我们没喜欢上对方, 反而十几年来都在吵闹中度过, 我一直觉得, 比起做夫妻, 我们可能更适合做姐妹, 但是没办法, 因为两家的关系, 我从小命运就和程艳挂在了一起, 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它导致了我对程艳有逆反心理, 程艳高三那年, 喜欢上了白淑雅, 在她计划表白的时候, 我跟老师家长举报她早恋, 将她的告白仪式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后来白淑雅出国留学, 程艳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我们见面的时间也大大缩减, 但我从很多人的口中得知, 程艳一直没有谈恋爱, 我那时候小, 不懂自己这个恶作剧的行为 在程艳心里留下了怎样的遗憾, 直到我也喜欢上了一个人, 周云, 在我打算写情书跟人家表白的时候, 她收到了国际学校的邀请出国进修, 要不说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程艳有白月光, 我也有白月光, 程艳的白月光出国了, 我的白月光也出国了, 从那以后,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也理解了为什么程艳大学四年来都没有谈恋爱, 所以我大学毕业嫁给程艳后, 我就跟她真诚地道歉了, 对不起,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个人, 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人, 我知道这场婚姻都不是你我的本愿, 但还是希望我们以后能彼此忠诚, 相安无事, 就像跟你的合作伙伴一样过下去, 程艳听着听着, 忽然皱起眉, 好看的眼睛微眯盯着我, 她比我大四岁, 我上大学的时候她就创业一年了, 并且在青年创业领域内有一番小成就, 等我大学毕业后, 她就成为了佼佼者, 从程先生变成了程总, 她那种尚未人事的气势和威压哪里事, 我这种刚从象牙塔里出来的小菜鸟能忍受的, 所以我没忍住打了个哆嗦, 你不想娶就不娶吗? 但是你既然娶了我, 你就算有喜欢的人没娶到, 也不能在外面乱搞, 这是我的基本准则, 我硬着头皮跟程艳说, 并且威胁她, 而且成爸成妈说了, 你要是出轨, 就打断你的腿, 不知道她是不是听进去了我的话, 认真地盯了一会我之后, 程艳的眉眼忽然舒展了开来, 知道了, 成太太, 我那时候才二十二岁, 总觉得, 太太这个词老气且难听, 但不知道为什么, 程艳念出来的时候, 我居然觉得, 她暧昧得有些探耳, 和程艳结婚的日子, 比我想象得要好, 我们的关系似乎没什么改变, 除了称呼对方吧, 妈少了之前的姓氏, 而且三年来, 程艳也没要求我改变什么, 我婚前是什么样, 婚后还是什么样, 程艳比我大, 思想成熟, 稳重睿智, 对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 撇开爱不谈, 她是一个很完美的伴侣, 但现在这个伴侣, 要变得不完美了, 程艳在我们结婚的三周年纪念日抛下, 我去见了她的白月光, 我郁闷归郁闷, 但也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怨妇, 于是我约了另外一个人, 哦, 忘记说了, 这个人就是周云, 她也回国了, 搞笑, 这年头谁还没个回国的白月光了, 二十分钟后, 我在餐厅见到了周云, 几年不见, 她比印象中的更加清雅, 温润了些, 秋烟, 她叫我的名字, 在我的对面坐下, 我们俩寒暄了一会, 周云问我今天怎么有空约她, 我当然不好意思告诉她, 其实我今天是被程艳爽约了, 才临时约的她, 只好打哈哈, 想着你回来好几天了, 说好请你吃饭的, 周云闻言, 也没有拆穿我, 只是轻轻地笑了一下, 周云其实和程艳是大学同学, 那时候程艳创业, 毕业后直接开公司, 周云则是留校读研,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认识的周云, 周云也知道我和程艳是青梅竹马的关系, 她没提程艳, 和我聊起了近况, 气氛逐渐和谐融洽的时候, 我们旁边响起了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 燕燕,你怎么在这? 这声音, 有点熟悉, 我转头, 一眼就看见了白淑雅, 虽然快七八年没见了, 但我还是认出了她, 她那个时候和程艳走得近, 见到我时和我打招呼就叫得烟烟, 我那时候还挺喜欢她的, 但现在我只看了她一秒, 剩下的目光都落在她身边的程艳身上了, 程艳也看着我, 她身上穿的还是我今天早上给她准备的衬衫领带, 程艳长得好看, 不是那种温润的美, 她高且挺拔, 眉眼凌厉深沉, 整个人气势很沉很稳, 平时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 总觉得里面深沉如海, 暗潮涌动, 就跟此刻她看我和周云一样, 脸色阴沉, 眼神晦暗, 程艳生气的时候, 我还是有点触她的, 但我不能怂, 所以也仰着下巴瞪着她, 看什么看, 以为只有你有回国的白月光吗? 我们俩眼神暗自交流了几个回合, 白淑雅注意到, 笑着解释, 我今天回国, 约了朋友, 和程艳一起, 哦, 不知道, 没兴趣, 不了解, 我直指对面的周云, 我也约了朋友, 周云不认识白淑雅, 但是她认识程艳, 于是她起身跟程艳打招呼, 程艳, 好久不见了, 程艳看她, 声色淡漠, 是好久了, 有六年了吧, 你也刚回国, 是, 周云浅笑, 程艳没笑, 视线又落在我身上, 但我转头当没看见, 白淑雅见我们三个都认识, 问程艳要不要留下和我们一块聊一下, 我虽然没看她, 但耳朵一直注意着她那边的动静, 过了几秒, 我听见程艳冷冷地说了一声, 不必, 然后她就静止走了, 白淑雅见状, 朝我们歉意地笑了一下, 然后也走了, 我们这边重新安静下来, 好好的氛围被打破, 还被程艳如此无视, 说没怨气是不可能的, 我恨恨地切着牛排, 周云看我一眼, 开口, 你和程艳是在一起了吗? 我诧异, 没想到周云如此心细, 但我此刻正在气头上, 我咬下一口牛排, 马上就不在了, 说实话, 我其实挺信任程艳的为人, 我不相信她会出轨, 但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对白淑雅旧情复燃, 就今天晚上这个架势来说, 我觉得有必要防范, 于是我决定先发制人, 我没心思和周云再吃下去了, 只好抱歉先离开, 周云表示理解, 回去路上我正在预练台词和情景, 准备程艳回来就和她摊牌, 结果到家发现, 程艳居然比我先回来, 并且已经在客厅等着我, 我看看墙上的时钟, 好奇程艳回来多久了, 然后程艳就开口了, 回来了, 吃得开心吗? 相信我,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问候, 程艳的语气有种诡异的平静, 让我想起了去年我半夜起来, 偷吃冰淇淋被她抓到的场景, 我哆嗦了一下, 嗨, 还行, 程艳目光漆黑, 她起身朝我走近, 掩起了我肩上一缕发青秀一下, 周云送你回来的, 不知道哪里吹来一阵阴风, 我直觉程艳在兴师问罪, 向右挪了一步, 拉开和她的距离, 耿着脖子应对她, 要你管, 下一秒, 程艳就定住了, 她眼底情绪变化万千, 最后化成一团浓墨, 你为了周云凶我, 我哪有凶她, 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不满, 程艳没理解到我的意思, 见我沉默, 气得轻哼了一声, 也是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回国, 也难怪你这么魂不守舍, 秋燕,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不是, 我哪种人啊, 我怎么了, 这话她说的是我吗, 说的不是她自己吗, 这个锅我不背, 我和程艳争论起来, 今天是我和程艳结婚, 三周年的纪念日, 本来她忘记还抛下我去 跟白淑雅见面我就够委屈了, 现在她居然还这么说我, 我脑子一热, 一股脑将自己的怨气全部发作了出来, 控诉到最后声音忍不住冒出了哭腔, 你是人吗, 明明陪白月光去吃饭的人是你, 你还忘记了我们的三周年纪念日, 你还这样说我, 我这个人吧, 有点毛病, 就是跟人吵架的时候, 一旦觉得自己委屈了就容易哭, 我本来不想这样的, 但生理反应往往比心理反应更快, 之前吵架我也不是没掉过眼泪, 但跟现在这样的还是少见, 我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泪, 程艳这人对我的眼泪最没办法, 此时此刻只能先救着我, 听到最后他逐渐觉得不对劲, 皱起了眉头, 等等你说今天是我们结婚, 三周年的纪念日, 不然呢, 你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忘记, 他居然还有脸来问我, 我瞪了一眼程艳, 程艳没了一会, 我记得是下周三, 空气有一瞬间的凝滞, 我, 是, 是吗, 程艳沉默, 他转头进了卧室掏出了我们俩结婚的红色小本, 您要不要再看看, 我定睛一看, 呀, 确实是下周三, 那就是我记错了, 突然觉得今天晚上的自己是个小丑, 我再也哭不出来了, 眼泪在脸上还没干, 气氛有些尴尬, 程艳叹口气, 静静地看着我, 是到如今都进行到这了, 不继续下去总觉得有点不对, 于是我决定发挥我无理取闹的精神, 那什么, 我刚刚只是想要考验你, 就算还有一个星期, 我的礼物你准备了吗, 我只是随口一问, 毕竟程艳要是没准备, 我就能借口伤心地跑回房间, 再给程艳安一个,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的罪名, 没想到, 程艳直接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 之前在法国给你订的项链, 今天刚好到了, 她还真准备了, 这就没办法纠缠了, 程艳看着我表演, 挑眉反问, 我的礼物呢, 丢了, 我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程艳, 今天她打完电话给我, 我一时上头就丢了, 我结巴道, 这, 这不时间还没到吗, 我, 我说, 程艳也没说话, 她目光漆黑, 眼底却凝着一样的光芒, 直勾勾地盯在我身上, 跑, 那一刻我的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我刚冲出墨一步, 就被身后的程艳一个长臂揽腰, 直接原地抱起, 她抱着我轻而易举地转了一圈, 把我堵在了沙发上, 没准备, 所以你不但忘记了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还跑去见了别的男人, 程艳的气息太具有压迫性, 我避开她侵略的视线, 又被她捏着下巴转回, 她的目光从我的左边转移到右边, 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被她搜刮了一个遍, 我, 我买了新的睡衣, 我慌忙, 开口, 程艳眉尾微动, 那是她感兴趣的征兆, 我知道, 我的睡衣要完了, 虽然三周年纪念日的事情是个乌龙, 但一大早起来我还是怨气十足, 我肯一口面包, 瞪一眼对面的男人, 程艳慢条斯里地往吐司上抹蜂蜜酱, 她动作缓慢优雅, 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却惹得我口干舌燥, 一直看我, 你也想要, 程艳清冷的声音响起, 我回神, 猛不丁对上她意味深长的眼睛, 浑身抖了一下, 立马波浪鼓式地摇头, 赶紧吃完, 送你上班, 程艳咬了一口吐司说, 我低头呕了一声, 我毕业嫁给程艳后, 没找其他的工作, 直接进了程艳的公司, 虽然我和程艳是夫妻, 但在公司没人知道, 每天早上程艳把我送到 离公司200米远的路口停下, 然后, 我再走路去上班, 这些年来, 倒也没被人撞破, 我们俩一块, 这回照常, 我从下车的地方走到公司门口, 身后忽然有人叫我, 秋嫣, 我转头一看, 居然是周云, 我有些意外, 你怎么在这, 这次回国是公司外派, 我们过来谈合作的, 让我惊讶的是, 周云他们要合作的公司, 居然就是程艳的公司, 我和周云边聊边往电梯里面走, 周云说, 你也在这里上班, 我点点头, 那你, 他还没说完我就嘘了一声, 我小声开口, 公司的人还不知道我和程艳的关系, 哦, 周云表示理解, 还跟我说会保密的, 我笑得弯起了眼睛, 随即跟他介绍起了程艳的公司, 虽然程艳这个人古板又冷漠, 但是他管理起公司来还是有一套的, 而且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和员工资历都不错, 我说了很多, 其实就是想让程艳和周云公司的合作能够稳妥一些, 周云微笑着听我说话, 这时我们后面又响起了声音, 程总, 跟我们一起等电梯的员工看见程艳纷纷打招呼, 程艳点头示意, 他不怎么笑, 整个人看起来声人物尽, 气场又强, 我也看向他, 程艳的目光从我身上淡淡掠过, 然后又停留在周云身上, 程总, 这回周云换了一个称呼, 程艳淡淡汗手, 他身后的人和周云团队握手问候, 有人按下了程艳专门坐的电梯, 几位请, 周云团队和程艳他们进了另外一部电梯, 周云进电梯前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朝他挥了挥手, 刚放下就接收到了程艳那刀子式的目光, 程艳和周云他们在会议室待了两个小时, 出来时我看他们表情轻松友善, 看来这场合作应该谈得还不错, 果然, 下一秒我们主管就过来了, 因为此次合作需要我们部门配合, 所以在合作期间公司会辟出一块地方给周云他们做办公室, 也就是说, 接下来几个月, 我们要和周云他们一起办公, 这也是为了合作更好的进行, 所以大家这段时间都打起精神来哈, 程总说了, 到时候少不了大家好处, 办公室那一片欢, 呼, 没意会程艳的秘书就带着周云他们过来了, 主管给他们指了空出来的办公区域, 几位随便做, 有什么需要和我说就好, 周云团队的人到了谢, 特别是周云, 他礼貌谦和, 长相帅气, 斯文儒雅, 一进公司就引起了办公室女同事的注意, 如今要和他一块办公, 大家都盯着他, 迫切地希望周云能选他们旁边的位置, 我对他们做哪没什么兴趣, 正专心看计算机上的报表, 忽然眼前一阵阴影投下, 秋烟, 抬头一看, 又是周云, 他选了我对面的位置, 这里有人吗? 没有, 那我坐这了, 我点头说好, 周云微微一笑, 合作期间还请多多指教, 我说好, 但其实我心里有些犯嘀咕, 毕竟我只是一个干活的, 真称不上什么指教, 周云在整理自己的桌面, 时不时和我搭一句话, 我阴着阴着, 忽然觉得背后一阵阴风吹过, 左右环顾了一圈, 正好看见斜队面 成宴办公室的百叶窗晃动了一下, 我经过几天的共处, 公司的人都发现了周云和我走得近, 一下班茶水间就有人问我和周云是不是认识, 我诚实地告诉了他们周云之前是我学长, 我刚上大一入校的时候他帮我颁的行李, 后来又因为我们学的课程他偶尔代课, 所以还算比较熟悉, 只是熟悉, 我怎么觉得你们之间还有另外的故事啊, 办公室的八卦不仅多, 而且敏感,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的确, 我们不仅认识, 我还偷偷给周云写过情书, 不过还没送出去他就出国了, 当然, 这件事情我才不会告诉任何人, 要不然按照他们八卦的速度, 可能第二天就传起了我和周云的绯闻, 开玩笑, 我现在可是有父之父, 我老公还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嘞, 不过说起承晏, 他今天中午好像没怎么吃饭, 我找了个楼梯间给承晏打了个电话, 那边很快接了, 声音冷冰冰的, 他这人一贯这样, 好在我习惯了, 承晏, 你是不是没有吃午饭呀, 那边没说话, 但是我听见了一声轻哼, 奇怪, 好像是生气了, 秘书没有给你买吗? 不饿, 承晏说, 不饿就不吃了吗? 那怎么行, 承晏是我老板, 还是我老公, 于公于私我都应该表达对他的关心和问候, 不饿也得吃, 这样吧, 我在公司楼下等你, 和你一起吃午饭, 那头沉默了一会, 过了一会我才听见一个好字, 我挂断电话, 呼了口气, 这男人真难伺候, 承晏的车从地下停车场开到我面前, 看见他这么高调, 我心都咯噔了一下, 连忙看看有没有人注意这边, 没有我这才飞快地拉开车门上车, 快点开车, 快点开车, 我催促承晏, 承晏皱眉, 我有这么见不得人, 啊, 不是, 我这不是怕被人看到, 有损你英明神武的形象吗, 我连忙解释, 我毕业进承晏公司的时候, 公司还在上升期, 我怕别人说, 这个公司裙带关系严重, 所以跟承晏说, 暂时不要透露我们的关系, 免得公司员工对他产生不满, 造成不好的影响, 此刻承晏听见我这番说辞, 冷哼了一声, 我看他开车驶入煮肝道, 有些纳闷, 我们不在附近吃吗, 附近吃会被人看到, 承晏答, 哦, 也是, 最后承晏带我去了一公里外的一家餐厅, 刚一进餐厅我们就碰到了白淑雅, 还是白淑雅先叫的承晏, 严严你也在, 嗯, 我们来吃饭, 看见白淑雅, 我就向刺猬竖起了刺, 我特意强调了, 我们, 然后往承晏身边靠近了一些, 承晏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但是没, 眼微垂泄漏柔软的弧度, 白淑雅倒是笑了一下, 好, 那不打扰你们了, 哼, 算他时去, 服务员把我们引入包间, 我开心地点了几个菜, 点完才发现承晏一直看着我, 你看我干嘛, 你对淑雅, 好像不太喜欢, 淑雅淑雅, 哟, 叫得真亲切, 我内心撇撇嘴, 死鸭子嘴硬, 没有啊, 承晏轻笑一声, 压根没搭理我的话, 反而继续追问, 为什么不喜欢淑雅, 这狗男人, 非得让我把话挑明吗, 我瞪了他一眼, 放下茶杯, 承晏, 别以为我不知道, 白淑雅是你的白月光, 你高中就喜欢他, 还为了他一直没谈恋爱, 但你别忘记了, 你现在是我的老公, 我们俩才是合法夫妻, 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就, 我直接举起面前的刀叉, 呲牙做凶狠状, 刀面闪烁的寒光, 从承晏脸上一闪而过,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像水浒传里的护三娘, 残暴, 太残暴了, 于是我咳嗽了一声, 放下了刀叉, 当然了, 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但你要是还对白淑雅念念不忘, 咱们就趁早分开, 我另外找小奶狗去, 你想得挺美, 承晏轻吃一生, 我被他堵得一烟, 瞪着他, 承晏哗拉了一下手机, 昨天晚上吃饭的除了我和舒雅还有别人, 这是餐厅监控, 他点开, 我看见承晏和白舒雅相对而坐, 过了一会, 来了另外一个男人, 白舒雅起身挽住了男人的手, 跟承晏介绍着, 然后承晏就和这个男人握手了, 后面就是他们一起聊天, 吃饭的画面了, 承晏说, 这个是舒雅的丈夫, 也是我之前的合作伙伴, 舒雅和她丈夫一起回国, 说想要请我吃饭感谢之前合作的事情, 原来是我误会了, 还真是尴尬, 我咳嗽了一声, 那什么, 我知道了, 快点让服务员上菜, 饿死了, 承晏当作没听见我的话, 总之, 你不要乱吃飞醋了, 我, 我哪有吃醋, 我跟炸毛的猫一样, 激动, 承晏吾了一声, 没有吗, 那是谁, 眼看着她就要翻旧账, 我赶紧起身去捂她的嘴, 不许说, 你给我闭嘴, 承晏抓住我的手, 眼底笑意一层漫过一层, 我被笑得脸红, 挣扎了两下, 谁让你一开始不解释清楚, 再说, 那手机上都说了, 你和白淑雅这种情况, 那人家就是你的白月光, 我这也是防患于未然, 我告诉你, 我可是能分辨绿茶和白莲花的, 我握紧拳头警告承晏, 承晏, 皱眉, 你是不是又看知乎了, 我, 从她眼神里, 我看出如果我点头, 她下一句就是, 谢了, 这能忍, 于是我咬了她一口, 力道也不重, 但还是有点痛的, 可承晏似乎没感觉, 她的手斧在我的背上, 有滴滴的笑从她的胸腔震出, 震得我耳朵发烫, 心跳加速, 糟糕糟糕, 这个男人好像会下骨, 我和承晏算是和好了, 结婚纪念日, 承晏专门带我去吃了我喜欢的日料, 看在她这么用心的分上, 我打算这几天不跟她吵架了, 因为心情好, 上班时我都是哼着歌的, 办公室的同事对此又好奇又惊讶, 周云从我对面的办公桌抬起头, 秋烟, 中午一起吃饭吗? 周云团队他们来了有一个星期了, 熟悉之后中午偶尔会一起出去吃饭, 我看了一眼承晏的办公室, 她好像很忙, 一上午都没有出来, 好啊, 我点头答应, 周云选的餐厅虽然离公司比较近, 但是消费却不低, 我们不随便吃点吗? 请你吃饭, 怎么能随便? 我, 呕了一声, 也没多想, 看菜单的时候我抬起头询问, 我能多点些菜吗? 我想给程燕送一份, 周云挣了一下, 微笑道, 当然可以, 我心情又好了点, 给程燕点了几道她爱吃的菜, 又吩咐服务员打包好之后, 我这才闲下来和周云聊天, 看不出来, 你们感情这么好, 嗯, 还行, 我和程燕认识二十几年了, 感情一向如此,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周云笑了笑没说话, 我们吃完饭后就直接回公司了, 我还提着给程燕打包的午饭, 正准备找个借口给她, 结果一出, 电梯口就刚好看见她, 周云跟她打招呼, 程燕呃了一声, 往茶水间走去, 周云或许被无视有些尴尬, 周云无奈地转头看我, 程总好像不太喜欢我, 怎么会, 她今天可能心情不好, 我替程燕解释, 拍拍周云的肩膀让她别多想, 然后提着打包盒进了茶水间, 好在茶水间没人, 我走到程燕身边, 程总, 你还没吃饭吧, 我给你带了午饭, 我举起手中的饭盒, 笑咪咪地跟程燕邀功, 程燕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 你跟周云出去吃饭了, 嗯, 就你们两个人, 嗯, 有问题吗, 没问题, 鬼信, 我都听见她硬邦邦咬牙的声音了, 我把打包盒放到程燕的手边, 你记得吃啊, 我转身准备走, 突然就被程燕拉住手, 走这么急干什么, 不是, 我怕待会有人进来, 现在虽然是午休时间, 但保不齐谁就醒了往茶水间来啊, 你先放开我, 等一下, 有人看见了, 我去掰程燕的手, 程燕松得倒是挺快, 但亲我的速度也很快, 我都没反应过来, 唇上就一阵刺痛, 她还咬了我一下, 离周云远一点, 为什么, 你不喜欢周云, 我为什么要喜欢她, 程燕皱起的眉头能夹死一只苍蝇, 那你干嘛这样说, 周云人很好的, 我不解, 程燕盯着我的眼睛几秒钟, 我都能看见她眼睛离我认真清澈的模样, 过了一会, 程燕说, 你不是说你能分辨绿茶吗, 对啊, 这个周云有什么关系吗, 程燕又不说话了, 我感觉她有些无奈, 因为她叹了口气, 说了句, 算了, 晚上等我下班, 我有个客户要见, 到时候回来接你, 哦, 好, 下午我们在工作棚搭架子拍摄样品, 周云带着她的团队站在一边商量, 修改着什么, 我搬着要拍摄的样品, 箱子走过, 地上也不知道谁把架子乱放, 我一个没注意, 就被绊了一下, 整个人狠狠地往地上扑去, 啊, 我直接五体投地, 手上膝盖上都被蹭秃露了皮, 还流血, 秋烟, 你小心点啊, 样品都被你摔坏了, 拜托, 我比样品伤得还更严重好吗, 听到声音的一瞬间, 我周围立马就围了一群人, 周云也停下交流, 直接冲了过来要扶我起来, 我痛得直呼, 疼疼疼, 慢点, 能不能站起来, 先慢点, 周云小心翼翼地扶着我, 一群人七嘴八舌, 说要去医院, 周云, 我先送你去医院, 大家都散了吧, 先把地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大家收了东西, 又各自干活去了, 周云问我能不能走, 我忍痛点头, 他扶着我往电梯走去, 刚走到电梯, 就看见要出门的承燕, 他先是看了一眼扶着我的周云, 下一秒目光就落在我身上, 看见我腿上和手上的伤, 怎么回事, 没事, 不小心摔了一下, 我送你去医院, 承燕要过来扶我, 我连忙摆手, 别, 让周云陪我去就好了, 您下午不是还要见客户吗, 不劳烦您, 承燕的动作将在半路, 他收回落空的手, 目光深沉凝重地落在我身上, 周云也没敢浪费时间, 扶着我下了电梯, 到了医院, 他用忙前忙后挂号缴费, 还给我找了张轮椅, 折腾下来, 过去两个小时, 不好意思啊, 耽误你工作和下班了, 我有些抱歉, 我们俩还客气什么, 我去给你拿药, 周云一走, 我一个人坐在走廊边上, 周围人来人往, 我无聊地掰着手机壳, 没一会就听见了脚步声, 我还以为是周云, 这么快, 哦, 不是周云, 是承燕, 承燕应该是赶着过来的, 整个人风尘仆仆带着外面的气息, 承燕, 你怎么样了, 承燕半蹲在我面前,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她这么紧张, 承燕这么关心我吗, 心里突然涌上怪怪的感觉, 又暖又长, 我没事, 医生已经上过药了, 周云去给我拿药了, 说曹操, 曹操道, 拿完要回来的周云正边走边念叨我的注意事项, 一抬眼就看见我身边的承燕, 承总, 您也来了, 承燕点头, 目光落在周云身上, 难得没有露出太过冷淡的态度, 今天, 谢谢你, 麻烦了, 这有什么, 都是老同学了, 周云笑笑, 承燕也笑了一下, 是啊, 毕竟秋烟现在是我太太, 这声谢是必须的, 周云, 不对劲, 不对劲, 这语气怎么听都怪怪的, 虽然这是事实, 但我总觉得承燕好像在宣告什么, 而且周云也是, 她不是早知道我和承燕在一起了吗, 怎么还是一副惊讶的样子, 我没想明白, 目光在这两个男人身上, 驱寻, 承燕说完, 笑又加深了一些, 但明显的皮笑肉不笑, 她从周云手上拿过药, 直接就把我抱起来, 连轮椅也不要了, 我正要和周云告别, 没想到承燕的步子居然加快了, 我只好朝着她挥挥手, 回到家我问承燕走那么快干什么, 都没来得及谢谢周云, 我不是谢过了, 那不一样, 我嘀咕道, 承燕把我放到沙发上, 正要去倒水给我吃药, 听到这句话, 她倒水的动作忽然僵了一下, 哪里不一样, 我听见她低沉的声音, 像是在自问, 我没太听清, 就又听见承燕说, 为什么你受伤了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我, 为什么要拒绝我送你去医院, 我们的关系, 在你看来很难以启齿吗, 承燕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我第一次察觉到原来她也有那么多的困扰, 而且她的这些困扰是因为我, 我有些愣, 我是工作的时候受的伤, 身边关心我的人挺多的, 而且, 你今天中午不是跟我说, 你要去见客户吗, 所以我才没有叫你, 至于我们的关系, 之前不是说了, 那是以前了, 现在你觉得还不应该公开吗, 承燕打断我的话, 我傻眼了, 不是, 这求名分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承燕没听见我的回答, 转头看我, 又走到我的身边, 秋烟, 你到底是怎么看我的, 我现在只能仰着头看, 你, 什么意思, 我磕巴地问道, 承燕的手落在我的脸颊一侧, 我已经和你解释了我和白淑雅的关系, 那你呢, 你和周云, 你心里还念着她, 算了, 承燕也没有逼我, 她将热水塞到我的手里, 先把药吃了, 我去给你放热水, 她语气冷静, 平稳, 刚刚执着的样子, 仿佛只是我的错觉, 我在家休息了几天, 手上的伤好的其实挺快, 就是膝盖有些严重, 暂时不太方便行走, 承燕让我在家休息, 我本来不想的, 毕竟还有工作, 你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别人去做了, 你不用操心, 你亲自安排的, 我有些惊讶, 开什么玩笑, 我只是一个小员工啊, 哪里有大老板亲自来关, 心安排我的工作的, 办公室的人没怀疑什么吧? 我问, 承燕正在给我洗脸, 文言气息沉了沉, 她将毛巾盖住我的脸, 热气敷在我的面部, 我看不见承燕, 只听见她闷闷的声音, 放心吧, 没人怀疑, 她沉默地帮我洗好脸, 然后又给洗脚, 这次她没多说话了, 但我就是能感觉到她不太开心, 好像又是因为我, 又过了几天, 我膝盖上的伤开始结疤, 走路已经不太影响了, 承燕上班前将水杯放在我的床头柜, 我给你把水放这里了, 中午我请了阿姨过来做饭, 你要是有事, 就打电话给我, 好, 我目送承燕出门, 她走后一个小时不到, 门铃就响了, 我还以为她忘记带什么东西了, 打开门看见一个我意料之外的人, 烟烟白淑雅温柔地弯起眼睛, 承燕不在吗, 她去上班了, 那真是不巧, 我要回美国了, 这次是来告别的, 这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白淑雅将手上的袋子递给我, 我也有, 我有些诧异, 忽然反映过来, 自己应该请白淑雅进来坐坐, 进来喝杯水吧, 我让开位置去吧台的地方找水, 又准备了水果, 奇怪, 承燕把水果刀放哪里了, 我准备切个齐成, 半天也没找到水果刀, 只好尴尬地把车离子往白淑雅面前推推, 没找到水果刀, 还是吃点车离子吧, 白淑雅脸上带着温柔的笑看我, 看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平时水果都是承燕削的, 所以找不到水果刀还真不能怪我, 白淑雅, 你和承燕感情真好, 哪有, 也就那样, 我笑笑, 白淑雅说怎么会, 她看我和承燕从小的感情就是很好, 还说那时候我总喜欢跟在承燕身后,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承燕有个妹妹, 你们青梅竹马的感情, 肯定是别人比不了的, 我被白淑雅说得越来越羞涩, 不知道怎么接话, 承燕不在, 我和她也不怎么熟悉, 好在白淑雅, 善解人意, 温柔美丽, 她坐了一会起身就要告辞, 我爱人来接我了, 我要走了, 对了, 祝你和承燕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呀, 她语气太真诚了, 绝对是真心的, 我瞬间对她的羞愧感更重了, 那个, 淑雅姐, 小时候我不懂事, 承燕高三那年想跟你表白的, 是我举报的, 对不起呀, 白淑雅愣了一下, 忽然失笑, 原来是你呀, 不过你搞错了, 那不是承燕要跟我表白, 是另外一个男生, 咦, 又是我搞错了, 白淑雅, 承燕是跟着瞎起哄的, 说起来要不是你,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 那群男生, 太幼稚了, 我, 承燕不幼稚, 我下意识为承燕说话, 白淑雅微愣, 然后笑得更好看了, 好的, 我知道了, 再见, 等她走后我才知道, 她为什么要那样笑, 中午的时候, 承燕才打了电话回来, 我说白淑雅来过了, 然后把她来的原因说了一遍, 嗯, 我知道了, 晚上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带草莓蛋糕, 好, 承燕柔何且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 明明只是一个字, 但就是听得我耳朵发烫, 那天承燕问我的话, 我忽然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你要问我喜欢一个人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不太能说得出来, 因为我一毕业就和承燕结婚了, 我唯一一次心动萌芽确实是因为周云, 那时候从高中升入大学, 带着对美好未来生活的憧憬 和幻想, 温柔体贴, 优秀俊雅, 穿着白衬衫的周云, 满足了我对男友的大部分幻想, 只可惜那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表明自己的心意, 周云就出国了, 大学四年沉浸在学业中, 也没接触其他的男生, 再后来我就嫁给了承燕, 因为从小双方父母就开玩笑说要把我俩凑一对, 长大后也是努力撮合, 我一直以为我和承燕就是要在一起的, 那时候她没有女朋友, 我也没有男朋友, 怎么看都非常合适, 我们青梅竹马, 两家是交之根之底, 我们太熟悉了, 熟悉中感情夹杂得太多, 都分不清是爱情, 亲情还是友情, 那天承燕问我是不是还想着周云, 诚然她是我年少时一个遗憾唏嘘的梦, 但我和周云的交集其实不过半年之久, 在她出国后一直到我嫁给承燕三年, 我对她的印象早就已经模糊了, 她就像写在沙滩上的字, 时间的海浪一冲就没了, 但承燕是助力在海岸边的岩石码头, 她不曾缺席我的任何一段人生, 我虽然感情迟钝, 但好歹也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了, 晚上承燕回来的晚, 我已经睡了, 她开着床头灯给我的膝盖和手上药, 我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 承燕, 嗯, 我好喜欢你啊, 然后接下来几天, 承燕的心情突然变得十分好, 伤好后我重新回到公司上班, 让我意外的是, 因为我受伤, 公司居然流传起了我和周云的绯闻, 那天你受伤后周云那么紧张你, 还送你去医院, 人家绝对对你有意思, 就是就是, 之前我就看出来了, 午休的茶水间, 同公司的女同事拉着我聊八卦,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八卦中心, 不是, 你们误会了, 则, 害羞了不是, 我懂, 不是, 姐姐们, 这可不幸懂啊, 我正要说话, 他们就咳嗽了一声, 忽然闭口不言, 我纳闷, 扭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承燕经过, 上次我们在茶水间说八卦被承总听到了, 他好生气啊, 就是就是, 他能不生气吗, 果然, 一下午承燕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 而且进去的人小心翼翼进去, 胆战心惊出来, 妈呀, 妈呀, 今天不知道咋回事, 承总又黑脸了, 不是吧, 是的嘞, 可恐怖了, 哎, 这合作马上就结束了, 承总这时候生气, 该不会给我们的福利没有了吧, 不会吧, 办公室哀嚎一片, 我偷偷给承燕发了消息, 他也没回我, 不会真生气了吧, 难道是因为听见了我和周云的绯闻, 我撑着下巴苦苦思索, 过了一会, 承燕从办公室走了出来, 他不经意地扫过我的宫位, 又淡淡地移开视线, 果然, 我立马直起身子, 冲着我旁边的女生喊, 哎呀, 萧萧, 你们真的别误会, 我和周云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而且我结婚了, 我旁边的女生本来还一脸纳闷, 听见我说, 结婚了, 立马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什么, 你居然结婚了, 不愧是我们公司的大嗓门, 他这一喊, 周围一圈人都听到了, 大家有了新的八卦, 连忙扎堆竖起了耳朵, 我瞄着承燕往我这边走来, 是啊, 我结婚了, 我老公很厉害的, 我们感情特别好, 我很爱他, 这回承燕听见了吧, 哦, 众人起哄, 我又赶紧踢了一脚, 我对面的周云, 周云看见承燕, 很快明白我的意思, 啊, 对, 秋烟, 结婚了,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我和他真的只是普通的同学朋友关系, 真上道, 这下承燕也听见了吧, 眼看着承燕往我这边来, 我眼明心亮喊了一声, 承总, 承燕不乏, 一顿, 对上我亮晶晶的视线, 他吞咽了一下喉咙, 咳嗽了一声, 工作时间别聊私事, 哦, 我上班后没一个星期, 公司和周云他们的合作即将收尾, 我们部门主管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 承燕把这次合作收益的5%, 拿出来作为我们部门的奖金, 群里一下子热闹, 起来, 下班前主管提议部门, 和周云团队聚餐, 所有人都爽快答应, 我也不好不去, 于是偷偷给承燕发了消息, 承燕很快回了, 在哪, 我把地方发给了承燕, 问她要不要一起, 不了, 我去大家玩不开, 晚上还有酒局, 哦, 那你晚上少喝点酒, 和承燕聊完, 放下手机, 抬头我就看见了周云, 她正好在看我, 我朝着她笑了笑, 下班后, 大家往聚餐的地方走去, 大家在一起共事了大半个月, 都已经熟悉了, 大家说说笑笑, 聚餐的气氛不错, 让我安心的, 就是虽然我和周云座位在一块, 但大家知道我结婚了之后都不再打趣我和周云了, 公司的一些女同事恢复了热情, 吵着要周云的微信, 当然, 也有人来打听我结婚的对象, 我没敢多说, 只是笑笑而过, 他们从我这里套不到什么消息, 就问周云, 周云, 你以前就认识秋烟, 你知道她老公是谁吧? 周云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这个我也不太好说,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就是就是, 藏得这么深, 周云咳嗽了两声, 也跟我一样不说话了, 就在大家起哄的时候, 突然有人喊了一句, 程总, 程燕来了, 我扭头看着站在门口的程燕, 我们主管已经小跑过去了, 程总, 我们在这聚餐, 呵呵呵, 您要不一起? 不了, 我那边还有客人, 哦, 好, 好, 众人还以为程燕要走, 结果她说完之后, 还往包厢环视了一圈, 主管不明所以, 搓着手站在那里, 过了一会, 程燕就看见我了, 然后, 直接朝我走了过来, 程燕静止, 走到我的面前, 晚上冷, 给你带了一件外套, 待会聚餐结束等我一会, 我接你回家, 她将跨在手臂上的风衣递给我, 天知道, 她叮嘱我的时候声音有多柔和低沉, 跟潺潺流动的夏天的泉水一样, 只是几秒的功夫, 就让我的心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那一刻, 我完全忘记了要在众人面前隐瞒自己和程燕关系的事, 我乖乖点头, 说了一句, 好, 程燕眼底笑意加深, 她只起身, 包厢里已是一种诡异的死忌, 她朝着目瞪口呆的众人汗手微笑, 大家玩得开心, 今天的单记在我的账上, 然后她转身离开了, 直到包间的门被关上, 又过了鸦雀无声的几秒, 众人突然爆发出震撼的尖叫, 哎呀呀呀, 秋燕的老公居然是老板, 卧槽, 老板娘竟在我身边, 程总居然结婚了, 至此, 我的身份算是彻底曝光了, 后面当然是被众人围追堵截地追问我和程燕是怎么在一起的, 但那都是后话了, 暂且不表, 合作周期结束后, 周云也要飞回自己原来的公司了, 我去机场送的她, 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嫁给程燕三年了, 我还以为你们只是在谈恋爱, 周云站在机场大厅, 她看着我, 不无感慨, 记得那时候你很好学, 总是追着我问课题作业, 还好还好, 周云不知道那时候我喜欢过她, 人都是会长大的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周云也点点头, 嗯, 确实, 机场广播的声音响起, 周云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要直击了, 再见, 白白送走周云, 出了机场大门, 我就看见了程燕的车, 你怎么来了? 我拉开副驾驶的位置, 来接你, 哦, 我没说话, 程燕开了一段路, 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右紧, 然后还偷瞄我, 我当作没看见, 直到在市区等一个红灯时, 程燕开口, 你和周云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呀, 程燕, 哦, 程燕不说话了, 我看着她紧绷的侧眼, 就知道她在独自郁闷着, 于是下车前, 我按住她的手, 你不会再吃醋吧? 没有, 没有, 我阴阳怪气地重复一声, 程燕微眯眸子, 眼睛里射出威胁的光, 她实在别扭矛盾得有些可爱, 我忍不住笑了, 我那天在公司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爱你, 程燕, 我对周云真的就是朋友, 她看你的眼神可不是普通朋友, 是吗? 我反问, 程燕逆了我一眼, 我正有些心虚, 忽然觉得, 不对呀, 程燕的注意力为什么不再前半句话, 我都算变相跟她表白了, 她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没听见我说爱你吗? 你说了吗? 再说一遍, 我觉得白淑雅有句话说对了, 程燕是有点幼稚在身上的, 我不想说, 但她总有各种办法, 清楚自己的心意之后, 我也乐于表达自己的感情, 而让我乐此不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程燕会很认真地回应, 我没有问过程燕到底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日常生活中所有我忽略的小细节都在表明, 她爱上我远在我爱上她之前, 程燕依旧古板高老, 我和她的关系乍一看好像和以前没什么区别, 但我总能从她忽而柔软的视线里, 察觉到她对我的不一般, 另外, 我还发现, 程燕特别爱吃醋, 今天来的那个实习生, 你和她很熟吗? 没有啊, 人家不懂来请教我问题, 程燕轻吃一生, 是吗? 她一口一个姐姐, 我还以为你们关系很好呢? 周云和白淑雅的事情告一段落, 我和程燕回了一趟我爸妈家吃饭, 路上程燕忽然聊起了实习生, 我一开始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直到听到她最后一句话, 我傻眼了, 不是吧? 程燕, 你这个醋都要吃, 我觉得又无奈又好笑, 还好我知道程燕的性子, 男人嘛, 哄哄就行了。 于是, 一路上, 我对着程燕喋喋喋不休, 我都是有老公的人了, 我的老公还这么厉害, 我怎么会喜欢上别人类, 对不对?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大学毕业就跟你结婚了, 大学都没有谈过恋爱, 别人一看就知道我喜欢你。 程燕握着方向盘的手紧紧的, 她侧眼紧绷, 明明想笑, 却偏偏要抑制住, 真的, 真的, 我坚定地点头, 程燕咳嗽了一声, 神情缓了缓, 我松了口气, 呼, 哄男人好累, 但我没想到, 事情还没完, 吃完饭回家前, 我妈忽然叫住我, 奄奄啊, 我前两天搞卫生, 在你房间找到一个旧盒子, 你看看, 这些东西你还要不要? 我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是我从小到大珍藏的物件, 哟, 晚上我心血来潮, 拉着程燕数这些东西, 蝴蝶发家是程燕送我的, 初中的歌词本, 杂志海报和明星照片, 程燕带我去看的演唱会的门票, 还有我, 高中时候的错题集合巩固练习本, 是程燕给我做的, 这些东西好像都和你有关耶, 我有些惊讶, 程燕对我的记忆表示不满, 轻眉了一眼, 这是什么? 居然还有一封信, 有点眼熟, 我好奇地拆开, 亲爱的周云学, 没什么, 别人写给我的信, 我慌乱将信件折了回去, 转头去看程燕, 程燕眯着眼睛, 漆黑深邃的铜毛里, 全是狐疑的光, 我祈祷她没看见, 好在程燕没说什么, 我松了一口气, 想着待会洗完澡, 一定要将她毁尸灭迹, 结果, 晚了, 我洗完澡出来, 那封信找不到了, 我翻遍了周围一圈, 突然想起来, 程燕还在书房没出来, 我推开门, 看住书桌后面举着信的男人, 看见我, 他抬头, 眼睛微眯了一下, 你还给周云写过情书, 不是, 你听我解释, 没什么好解释的了, 证据确凿, 我哄了他半天, 都没用, 你到底想怎样, 我泄气道, 情书写得不错, 程燕俯开我颈尖微诗的发, 声音滴滴沉沉似蛊惑, 这么会写, 给我也写一封, 我握紧拳头, 咬着唇, 指尖一出汗, 我这, 我这怎么写, 怎么不能写, 程燕将笔塞到我的手里, 气息离我更近了几分, 她捕捉到我失路的瞳孔, 眼底分明也在笑, 却说出让我颤抖的话, 写不出来就别睡了, 后来那封情书足足写了我大半夜, 字迹歪歪扭扭, 也亏程燕看得懂, 但那之后, 她好像找到了比毁掉我睡衣更感兴趣的事情, 时不时就要我给她写情书, 至于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爱吧, 警察颇和感兴趣的事情,